随着秋冬季节来临流感病毒的传播风险增加 特别是针对免疫力较弱的长者来说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措施 因此心中区副国立办公处特别联系了临近诊所 安排专业医护人员到场为65岁以上长者施打流感疫苗 因为我们要方便我们的里民 所以在我们的里内来服务 没有里民招来招给跑的医院 来为我们65岁的长者来做流感疫苗的施打 感恩金恩诊所陈医师举他的服务团队 现在在我们双腹立党活动中心 为我们里民来施打流感疫苗 当然这是关系了大家的平安健康 我们里面要安排流感 让我们每个招会经受 让我们备生方便 让我们健康 许多长者表示 感谢里办公处的贴心安排 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便捷的医疗服务 而现场的医护人员耐心地为每位长者进行健康评估 并详细解说疫苗接种的相关注意事项 施打疫苗每个人的反应都会有不一样 都有不同 那有些人就是局部的反应 有些是全身的反应 如果全身的反应发烧什么的 那就可以借由药物来降温 如果局部的反应就可以冰敷 疼痛的话也可以吃一些止痛的药 至于有些更严重的反应 有些过敏的反应 其他更严重的反应 就要到大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些救治 除了疫苗的接种之外 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健康咨询 提供血压测量等等的服务 里长也向辛苦工作的医护团队致上谢意 除了流感以外 我们还要打新冠疫苗 打的是莫德纳GN1 还有做全身检查 这些活动全部在我们福国里送付力量来举行 也很感恩前院长带领他的团队 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服务 施打流感疫苗不仅提升社区长者的健康防护力 而且能够预防流感病毒的清洗 也要说未来类似的健康活动将持续举办 才能够为社区长者提供更多的健康保障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